比起温文尔雅的许仙 我更喜欢风批腹黑的王仲平 为了报仇雪恨 日渐风批泯灭人性 南宋年间 都统王师松遭人陷害 以通敌叛国之罪 被判满门抄斩 次子王仲平因外出狩猎侥幸逃脱 王仲平一路被追杀 意外流落飘红苑 被善良的烟花女子春香所救 但春香身份低微 实在藏不了一个大活人 于是便将王仲平托付给花魁焦桂英 焦桂英原本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因父亲被当朝向国摧桂所害 满门被图她被卖为官妓 焦桂英弹的一首好琵琶 一直在飘红院坐着一个清官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 王仲平和焦桂英惺惺相惜 久而久之他们相爱了 在钟馗和海神的撮合之下 两人在海神庙指添盟室 结发为夫妻 为了躲避追捕 王仲平冒名顶替豪州橘子王奎 以焦桂英远防表哥的身份出现于人浅 然而焦桂英的丫鬟碧玉 在照顾王仲平时 对王仲平一见倾心 可惜王仲平将她拒之于千里之外 碧玉由爱生恨 当即便和喜欢焦桂英的军统治下阵狼狈为奸 两人合力设下圈套 想活捉焦桂英 置王仲平于死地 却没想到王仲平反杀了下阵 还在焦桂英的掩护下 侥幸逃脱 由于证据不足 焦桂英只是被抓入狱服刑 出狱后焦桂英本想去寻找王仲平 却被赶来的老宝强行带回了青楼 且此时的碧玉 已经扶摇直上 成了新一代的花魁 他处处针对焦桂英 令焦桂英吃了不少的苦头 而王仲平一路奔波 终于辗转到了京城 一路上受尽欺凌 昔日高高在上的少爷落魄至此 一瞬间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王仲平看透了事态炎凉 深知自己无权无事 即使缠功折贵 也很难清云直上 唯有攀龙负凤 才有可能报仇血恨 于是 王仲平挑中了 对他有救命之恩的相府千金 崔瓦对他一见钟情 在一步步精心设计下 王仲平成为相府门生 住进了相府 挤走了崔瓦的未婚夫 也顺利高中状元 取到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相府千金 虽然此前他已经知道 他未来的相国乐障 就是屠戮焦贵英全家的仇人 王仲平金榜提名的消息 传至飘红院时 焦贵英不由得喜极而泣 但碧玉对焦贵英的迫害 却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因为王仲平迟迟不来接走焦贵英 飘红院认定 王仲平要使乱中气 他们给焦贵英下迷药 想让焦贵英失去清白之身后 无言去见王仲平 幸好焦贵英被好姐妹春香救下 但代价是 本该从良的春香 代替焦贵英承受了侮辱 都说人性凉薄 可善良的春香 却为了焦贵英牺牲了自己 也正是因为春香的恩情 以至于后来他的死 成为焦贵英和王仲平 反目成仇的导火索 焦贵英在春香和珠儿的帮助下 成功逃离飘红院 三人一起进京寻找王仲平 却没想到 王仲平不仅高中状元 还娶了相府千金 看着王仲平搀扶着他的新婚美娇娘 焦贵英目自欲裂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见此情景 春香更是认定 王仲平就是一个陈世美 但王仲平却发誓 他永远只爱焦贵英一人 他取相府千金 只不过是权益之计 为的是利用相府的权势 找出他的灭族仇人 焦贵英相信了王仲平 但王仲平却担心 焦贵英的突然出现 会令他之前的所有努力 全都白费 春香气不过王仲平 把自己的好姐妹玩弄于鼓掌之间 于是威胁王仲平 如果再做对不起焦贵英的事 他就拿着王仲平 送给焦贵英的定情信物 去衙门拆穿王仲平的身份 状告王仲平薄情寡义 掏弃糟糠之妻 春香的话让王仲平坐立难安 思虑在三后 王仲平派出心腹 打算去焦贵英那里偷取信物 结果手下却因为缺乏经验 不仅暴露了身份 还害死了春香和焦贵英的腹中骨肉 春香的死 让焦贵英备受打击 他想去找王仲平 问个清楚好为春香名冤 可是却没有找到王仲平 反而见到了他的新婚妻子 崔瓦尔因为王仲平的关系 早就对焦贵英度火中烧 此时更是趁机落井下石 用各种难听的话 羞辱焦贵英 用王仲平随身携带的贴身玉佩 向焦贵英炫耀他们之间的夫妻恩爱 焦贵英大受打击 发誓要状告薄情寡义的王仲平 王仲平连解释的机会也没有 就这样被焦贵英告上公堂 公堂之上 崔瓦尔请来的证人红落 为了让王仲平顺利脱身 当堂指证焦贵英原是青楼铭记 这也摧毁了焦贵英最后的一点自尊心 而王仲平为了自保 只说他和焦贵英之间有过一段情 却矢口否认他跟焦贵英的夫妻关系 他说他只有一个结发妻子 那就是崔向国之女 这句话让焦贵英再无求生意志 回到家乡后 焦贵英便在当初他和王仲平 护许终身的海神庙悬量自尽了 焦贵英死后 王仲平整个人都变得疯魔起来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谁都不放在眼里 满心满眼都是复仇 甚至跟大哥钟馗决裂 向曾经的救命恩人下手 上穷必落下黄泉 也就一个焦贵英稍稍能劝住他 其实焦贵英死后 钟馗本想带着他去修行 怎奈焦贵英怨念太深 放不下王仲平 即使身为鬼魂 也要帮助王仲平报仇申冤 可笑的是 王仲平此时也终于得知 陷害自己一家被满门抄斩的人 竟是岳父崔贵 他居然娶了灭门仇人之女为妻 愤恨至极 是要为亲人报仇血恨 可崔娃却将他灌罪 偷了他和焦贵英的定情信物 王仲平在与崔娃抢夺信物之时 崔贵出现抢走了信物 王仲平被捕入狱 其实崔贵早在看到王仲平送给崔娃 随身携带的贴身玉佩时 就已经发现了王仲平的真实身份 因为那块玉佩 正是当年他送给王家次子的满月礼物 在王仲平找到他通敌叛国的罪证时 他先一步让王仲平以冒名顶替举子 和朝廷侵犯的罪名下了大雨 在王仲平即将被处决时 峰回路转 在焦贵英的帮助下 崔贵心腹在皇帝面前 指证崔贵叛国反污蔑王氏一族 自此拨乱反正沉渊昭雪 皇帝命王仲平查办崔贵 焦贵英本想告诫他要悬崖勒马 不要再屠戮声明 可是此时的王仲平 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激进疯癫 带着满腔的悲愤和快意 抄了相府 休了崔娃 崔家满门斩首连坐九卒 活脱脱另外一个崔贵 王仲平大愁得报 突然竟觉得人生也了无生去 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都因他而死 终于 心灰意冷之下 当着焦贵英鬼魂的面自尽了 他希望能通过一死与焦贵英重新相见 可又深知自己罪孽深重 死后会下十八层地狱与焦贵英分离 就算你下十八层地狱 我也会陪着你